Hello大家好这里是肖然 今天是我们2023年的6月份的6月1号 今天给大家做618音频设备推荐指南系列 今年的这个618设备推荐呢 价位的话覆盖的是相对来讲比较全面 也包含了音频设备的搭配 但是给你举例子的搭配呢 也就是说压照好这套设备最后的残值 几乎没有任何的升级空间 最好的升级空间就是把这套设备直接打包卖掉 这就是我们的宗旨好了直接走起 首先价格区间来讲还是以最便宜的价格区间为主 一两百块钱两百块钱以下的话 我们推荐了闪客的两款USB麦粉 闪客的PM461还有闪客的A04 这两款USB麦粉 三百块钱以下的区间的话 我们推荐了PD100 这是一款USB的动权 另外的话在一百多块钱区间 还有一个可以选择的选项 就是这个雷蛇的磨音海耀 当然你买到的必然是假货 因为真货不是这个价值 你也不要问是否为真货 真货不是这个价值 但是在假货的这个区间里 毕竟他卖一百多钱 还算是可以值得选择的产品 另外在三百块钱以下 还有得胜的GX4E 还有Blue的Snowball雪球 相比较这几个产品里边来讲 我真心推荐的产品就几个 第一个是闪客的PD100 因为这个是在三百块钱以下里边 USB动权就这么一款 另外还有一个是Blue的Snowball雪球 Blue的Snowball雪球有个很明显的缺点 它的缺点是没有办法去调整 麦克风的输入音量 所有的输入音量是通过软件上面去进行调整 不过有幸我用过一次Blue Snowball 它是一个很小的16履的这么一个小正门的电脑麦风 这里边的所有的电脑麦风都不是真正的大展门 介绍的都不是 所以说就这么两款产品推荐 不过这个品牌也是最大的 东西说实话这价格做的都挺烂的 就没有几个说特别好 你这几个价格区间里边的产品 包括今天你能够看到的 都不建议以唱歌为主 最多你也就是录个说话 能玩一下这种以娱乐需求为主 因为今天这是我们第一期还是1000块钱以下的区间为主 300到500块钱区间的设备 USB 麦风推荐的是科迈的STA U2 还有闪客的DM30 这两个的话网上评测的都很多 可以自己去看 基本上这也是16履的为主的这么一个小正门 跟大正门没有关系 生卡麦风套装的话推荐的是今天的第一套 500块钱以下就可以拿到的 没有品牌的SN-0105 还有TIN-C MPA MINI 还有得胜的PC-K200 这几个一套的话 组起来的话也就是这一套SN-0105 或者是小卡槽的7.1 基本上也就是这么一套设备搭配 如果说你想后续升级的话 生卡的话还是可以升级到真正的 01050 就是真正的创新A5 真正的创新 而不是这个山寨的没有品牌的0105 基本就是全新的一套 另外生卡的话你需要去找一些不正规矩平台去购买的 那就玛雅思思 EX 然后搭配上TIN-C MPA MINI 得胜的PC-K200 那么有朋友会说了玛雅思思它本身有48伏 为什么还要去单独给你准备一个画放呢 因为这个它上面这个画放性能特别特别的差 所以建议你优先选择一个这个同样对标的产品的话 基本也就是略比艾肯之流略微差这么一点 不过那只接口都已经淘汰了 这是起前人来讲的话 这个说实话当年的话 对标的音质也就是艾肯跳龄MIDI PLUS 这么一套套装基本也没说特别硬色 整个就是这么一个定位吧 这也算是入门套装嘎嘎版的 反正驱动的话 玛雅思思的话 反正总会出一些小问题 你个人用的话 如果需求不高的小红杀 可以完成你的使用 毕竟就这价格区间 你要求不了太多 这可能是在这个价格区间里边来讲 声卡加上麦克风套装来讲 可以算是最具战斗力的一套产品了 总体来讲的话也还是稀烂 但是它可玩性强 此类设备仅为解决刚需类的设备 什么叫做解决刚需类 就是从没有设备到有设备 你要说你想做一个翻唱 做一个直播 做直播就是后边这两套声卡加麦风 是可以满足的 如果说你前面的直播 前面的USB系列 你如果说想要去选择的话 主要还是以聊天类的内容为主 就像我现在这样 就是指路说话的这种的 或者是打游戏的这种为主 而不是以音质为主的东西 另外的话不是专业的简单的编剧创作类 就基础的编剧吧 或者说入门所谓的入门套装 百灵达UMC22 还有德胜的PCK200电容卖 这两个可以凑一套 麦克风的话 同样也可以切换到Runningman的EM91C 这两套设备搭配 说实话也不是一个准专业类的入门套装 这就是一个给没玩过设备人 可以说是年轻人玩的第一套设备 就这么一个情况 因为你毕竟对设备没有任何概念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给年轻人第一套上手 同样也算是音频设备里边来讲 声卡加上麦克风来讲 挺似的一套套装 就这些UP主也有推荐 所谓的有性价比 但是效果确实是在设备里边 基本算是比较似的这一套系列 就是唱歌 你要说你想要一些比较专业的效果 也是不行的 就是能聊天 能说个话 麦克风电容卖 好推 就这么简单 如果你要是想用动圈话筒的话 声卡还是百灵达的UMC22 然后动圈话筒入门的 可以选择舒伯乐的TOP248S 但是光买这个不行 选择动圈的话筒的同时 建议你就先选择一个小便炮 我也是给你列举的小便炮里边 最便宜的艾克创的M1 这套设备搭起来的话 也是非专业录音简单编剧创作类 也就是说你如果想去用这套设备直播的话 都不是特别的建议 因为你需要去加虚拟通道 折腾起来怪麻烦的 另外同价格区间的话筒 也可以换作成为3SR的XSE 加上艾克创M1 这两个区别是在哪呢 3SR的声音高频会表现的比较亮一些 舒伯乐的TOP248S的话 听起来的话低频会比较多一些 这就是这两个区别 如果你喜欢声音比较温暖一点的 就选择TOP248S 如果你喜欢听起来比较亮一些的 就选择3SR XSE 同样建议你艾克创M1不要省 因为你省的这个的情况下动圈话筒插上去的话 踹到底的话 你的声音就会有很大的热噪声 因为这款声卡的话 它的信道比表现也算是比较一般的 总体来讲就这么一个定位 动圈话筒的话 同价格区间还是可以横向去换到了 艾克装PM88 艾克装M1 这几套搭配 说实话 总体来讲推荐的理由 就是因为价格比较便宜 另外如果说你要换设备的情况下 不要在这块声卡上面投入太贵的麦克风 你要想卖掉的同时 建议你你把你现在所用的设备 整套打包卖掉 因为这一套基本就已经是最大的残值 相比较百灵达UMC2 还有这么一堆杂牌的声卡 你就瞅着长成这样的话 基本也都和百灵达的UMC2 音质上面表现也都差不多 只不过是后边的这一堆都是杂牌的 就没有品牌 你要说你要是想选的 你就选基本上就是都属于这一个臭铁篓的堆里头的 总体来讲百灵达还占个牌 总体就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这些东西应该是会比百灵达UMC2 会相对来讲便宜一些 具体什么型号 因为并没有很明显的推荐 所以你愿意选择哪个就选择哪个 有这种卡浓口 有48伏就可以选 反正音质都挺刺的 入门价格区间的话筒的话 建议你可以选择Runningman EM91C还有得胜PCK200还有得胜PCK20 这三个的话都是在这个价格区间里边能选的 就是在这个价格区间里边也就这玩意了 麦克风的话是16毫米铝的 不是真正的大致膜 这个价格区间300块钱左右的话 你也整不着真正的大致膜 整着的那声音也得老吓人了 另外还有一个300多块钱的话筒的话 你也可以适当的考虑一下 ISKPM800就这么一款整个系列里边就这么一款ISK的产品推荐 另外在比较低端的话筒的话 推荐了艾克装PM88 这个表现出来并没有58那么稳 3S2的话高频的话会比较亮一些 舒伯乐的话 Top248S这个里边来讲的话也算是比较靠谱的选择 配动权话筒的话以上推荐的 圣卡的话都需要去建议搭配 艾克装MA1进行二次放大 整个就是这么一套设备搭配 你可以任意组起来 升卡的话再往加一点钱的话 就可以这样去配 你可以去配这个升卡 然后搭配 搭配这里边的任意一个电子卖三款 Runningman EM90EC 得胜PCK200 得胜PCK20 然后升卡后边麦克风的话 你如果想配动权的这三款 然后任意一款搭配上艾克装MA1这么组一套 基本上也就是这么一套套装了 它适用的用途还是非专业的录音简单编曲创作类 比如说你简单的做一个翻唱 翻唱一个干引简单的翻唱干引 可能如果你录的比较烂那些 可能还后期还不爱做 因为这个本身声音音质就挺那种的 就非常的入门 另外的话 你再相对来讲 添点钱就能够满足一些简单的技术 翻唱或者编曲类的使用 升卡的话 推荐的是Personas Audiobox Go 真实的音质水平的话和艾肯跳零MIDI Plus 这类的东西其实差太多 但是价格便宜点 本身并没有直播功能 如果你要直播的话 需要搭建虚拟通道跳线 但是不建议因为折腾 然后麦粉的话 还是推荐以上的这些比较入门的这么几个话筒 再相比较这几个里边多了一个PCK500 整个来讲就是这么样的搭配 基本上包括升卡加上麦粉的残值都已经压榨OK了 适用的用途的话 还是以简单创作编曲类 和这个AudioBox Go的话 相比较同一音质水平线上的 能够直播的升卡 适合直播的升卡 今天就这么一款 来自于跳零的可以以麦克风还是这么几个 你同样也可以搭配PCK500 太贵的就没必要了 然后麦克风动圈话筒的话 其实你在这几个动圈话筒里边可以去补配艾克创的MAE 也就是说在跳零K1的这个里边来讲 艾克创MAE不是必须去配的 如果你要这么算下来的话 这一套在直播的这几个里边来讲 也算是略微经济实惠一些的 建议的定位还是以入门直播 简单编曲创作类为主 娱乐个人用途 另外这款升卡的话还支持OTG 还可以支持手机娱乐 基本上以娱乐为主的设备也是可以 音频素质可以和Presonance的AudioBox GO差不太多 整个就是这么一套搭配 建议搭配的麦克风也就是都是一些比较入门的 所以你也就不用再去问搭配什么了 另外的话和AudioBox GO的话 差不多定位的升卡斯坦伯格的Ur12也是这样的定位 但是你如果搭配动圈话筒的话 建议就先搭配艾克创MAE去进行使用 电容麦的话可以就随便随意去进行搭配 你想去配91C配K200配K220配PCK500也可以 另外如果你要是再想升级 我这套设备就已经到顶的话 我建议你配的话筒是得胜PCK600 比这个再贵的情况下就不建议配了 然后这就是今天给大家带过来的几款入门的套装 准确的来说这基本上都是低价里边的套装了 价格非常非常非常的入门 你也就不要去问我音质到底好不好了 我跟你说好我觉得昧着我的良心 我觉得我没有必要跟你俩撒得个谎 但是我如果说不好的情况下 它卖的价格也是一个不好的价格 所以咱们就不要互相为难好吧 基本上根据你不同的用途 根据你不同的预算 你去选择就可以了 就不要再去纠结这种低价格区间的套装了 因为搭配上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玄学 都是品牌的设备 太玄学太吓人的东西 我没敢往上放 好嘞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